304特殊造型实体 好这一题呢我们先把这个形状绘制出来 好所以点选草绘 Flow面 按草绘 好点选直线 好点选圆弧 好再做一个圆弧 然后圆弧的弧心要绑在这一条线上 好点选直线 好然后这边要做相切 这边要相切这边要相切 然后用法线 法相去标示尺寸 好选起来之后右键修改 好再生拿掉 这边是40 30 40 30 确定 好 OK之后呢 确定 那这一条就绘制完成 绘制完成呢选它之后呢按隐身 好我们做对称 宽度60 厚度呢 为20 10 好然后这边注意啊 这一条线呢要刚好在这一个的中间哈 所以这时候我们利用这一个来做切换 好刚好在中间啊确定 好 做完之后呢那我们要做导圆角 好导圆角的半径是10 好选它Ctrl键按住 完了之后打钩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做拔摩啊 可是我们要拔摩角链这一个线怎么出来啊 所以这时候点炒会1 好会看到这一条线哈 选择投影 好 点选参照啊 然后曲面这边点一下 点选那一个面之后按右键选择实体面 好那参照方向正而然会选择弗龙哈 所以这一条线就出来了按打钩 好 完了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做拔摩啊 点选参照 拔摩曲面 选择这个面就好了 拔摩角链 选择这一条线 拔摩啊 拉出方向选择 他朋友 好 然后呢分割这边选择以八摩角链分割 好 然后角链的八摩的角度是10 各为10 好按确定 好那做完之后呢坐标系呢是在这里s轴朝这边哈 好所以坐标系选圆点s轴朝这里所以我们要以y轴旋转180度 确定 好然后呢分析啊点选质量属性点这一个点啊这一个坐标系啊题目问我们总体积是这里 好第二个呢表面积是这里 好然后第三个呢改变尺寸哈来我们来看一下 好第一个草惠这边 好草惠这边 只有s哈s要改变s改成30 所以这里呢隐身右键编辑定义 改为30 好确定 然后呢这个宽度没有哈只有厚度s改30 好然后呢 导圆角R 倒圆角R 改成15 好然后投影这个不变哈然后拔摩角度t 改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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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题目问我们总体积为何哈 好总体积是这里 总体积是这里 表面积是这里 好然后呢s轴近视值是这个 好以上这边是304题 好以上这边是304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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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